一起来欢迎NARS纯高大使郑云龙以及阿云嘎 欢迎 掌声 两位来来来 这边这边 太客气了 来来来 做错了 请坐请坐 大家都非常的 在尖叫 先跟所有的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打个招呼好不好 来吧 看哪个 亮着灯的 绿的 绿灯 大家好我是郑忠 直播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云嘎 我相信大家这个时候应该已经非常的激动了 两位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有多久大概没有一起见面合作了 春晚 大年初一到现在 到现在就没有见面对不对 那这一次来到NARS的直播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感受就是 开心 开心 愉悦 终于又可以在一起 这个一起同时亮相了 对不对 那其实 因为前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那么很多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人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都帅出了一些什么做饭啊什么之类的 两位有没有一些拿手的菜啊 就是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好吃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甲子哥是不是之前回了一趟家乡 然后吃了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段时间这个疫情过后 刚刚回家了一趟 就是这个吃家乡的各式各样的好吃的 嗯 对手把肉啊 灰菜啊 就等等吧 一系列 然后晚上还 气气大家 十二点的时候准时发点图片上的 对 对 所以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最喜欢吃的手把肉 手把肉 哇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到你的家乡去尝尝看手把肉 好 那这个大翁哥呢 我是天天做饭的 天天做饭 你最拿手的是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拿手 嗯 就是喜欢做 嗯 你喜欢吃什么菜系 也没有什么菜系 反正就是简单的炒炒菜啊 都可以 荤素搭配的 是健康一点 好 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近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作品正在准备 嗯 哈哈哈 都可以都可以 现在我在筹备我的专辑 嗯 七月底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七月底的时候跟大家见面 在这期间呢 我们现在还在筹备的两个音乐区 一个是我们俩这个主演的变身怪一 还有呢 一部我们集团的一部戏叫在远方 两部戏 那这个戏大概什么时候会跟大家见面 这个期间呢也是我们还是在等 等通知吧 对 看合适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要多多的支持 尤其是七月份的专辑 嗯 大龙哥 我现在就是 没没什么忙的 哈哈 就是再做一些准备 对再做一些准备 然后就等着开始排练嘛到时候 然后现在因为 总有原因嘛 嗯 确实是剧场 现在是 没办法完全的开放 对对 所以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我们也很着急 是 所以也请大家 等到剧场完全开放的时候 大家要多多支持两位的新作品 好不好 那么在这里呢 因为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 NARS的直播间 啊 我想问一下两位平常会不会看直播购物啊 我我从来不看 从来不看真的 哈哈 我以前看看电视狗屋 看电视狗屋 就是很久 就小时候 那你买过什么东西吗 不买 不买 那为什么喜欢看电视狗屋 好玩吧 可能就是 因为很多 就我喜欢看厨具类的 嗯 因为你自己做饭 对对对 然后就看到很多新的产品啊 多功能多功能的那些东西 是 嗯 那嘎子哥呢 我也是买东西比较少 嗯 嗯 嗯 但是直播 对 有刷到了吧 一一一我说实话 就是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在直播 在卖东西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直播 嗯 就卖东西 就是为卖负贫 我觉得应该 对对做做扶贫嘛 这个茶叶是为整个这一个贫困地区 和当地的这个 这个这个企业联合起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事情 我觉得挺好玩的 嗯 就是能够改善他们的整个的这种生活状态 我觉得这还还蛮有趣的一件事 而且我觉得直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呢 是他可以直接看到粉丝对你的一些反应啊 互动啊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对不对 然后这段时间其实还有一个是 呃 就因为我们俩代言了这个NARS嘛 因为跟身边的朋友们也在说 你们是不是都得打电话 你赶紧支持一下呀 买点那个NARS 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哎对对我们俩的口红啊 你支持一下啊 然后然后人家也是 行行行支持支持 还特别特别 就是没办法的情况要去去支持一下 但是其实 你支持人根本买 根本买不上 对 都买不上 很多人都说买 对买不上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准备的这个货呢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直接下单 等一下我们链接上来之后就可以直接下单好不好 OK 那么两位好不容易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因为我们刚刚说 虽然不经常看直播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呢 也是非常感谢品牌可以把两位来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 跟大家来做一个近距离的互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热身好不好 有一个叫做同题同答的一个考验的环节 OKOK 来来来来来来 我先给大家这个准备的这个板子 这个板 对对对答题 我来问问题 然后呢你们两个就相互回答自己心目中的那个问题就可以了 比在那里 对对比在哪里 首先大家各自写各自的不要看 肯定的 来首先第一个是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写自己的 大家其实各位粉丝在看这个直播的时候呢 也可以一起来帮我们 哎呦我天 来来看一下 蓝色 所以你们两个都喜欢蓝色 对我我我我喜欢蓝色 那比如说在选择一些随身物品上面 会不会有的时候就开始撞颜色啊 或者撞到一样的东西 我因为我平时私下穿穿着都很简单的 我今天还穿蓝色的外套 蓝色的外套 正好 这个我我喜欢蓝色是因为这个本来是信仰 就是跟蓝色有关系啊 蓝天然后哈达蒙古人哈达蓝色 所以蓝色对我而言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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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信仰的一个颜色 而且蓝色可以给人一种很安定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我们来参加一下 对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 对自己五官哪个部位最满意 对自己五官哪个部位最满意 我觉得让人生答这个问题是不是稍微有点 没关系大胆的说 那这样我来问一下粉丝朋友们好了 好不好 就是你们对两位哪一个部位最满意 也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 来 有人说鼻孔呢 是谁的鼻孔 就肯定说的是我 嗯 为什么 我就画了个图 哦 这个图 鼻子是吧 对 眉毛 因为我眉毛很浓 嗯 眉毛很浓 对因为我觉得男生眉毛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就是有眉毛之后看起来就会有精神 就是你如果浓的话就不用很费力气画 是 哈哈哈 基本上可以不用画 卡斯根是鼻子 对 为什么 因为因为最近这个 我听说这个这个我的鼻子特别像个垫的 垫的 对 谁说的 就身边的人啊就觉得我这鼻子是不是垫了 做了是不是 我就今天我就特好做的跟真的似的 哈哈哈 挺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对你来说就是一种夸奖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 太帅气了所以呢会看起来好像鼻子是垫的 听好了 嘎子哥的鼻子不是垫的 是真的 哈哈哈 对 要不掰两下 哈哈哈 这样好 是这样 不行不行不行不能不能用自残的方式去证明一件 根本不发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对不对 好第三个是喜欢吃火锅还是烧烤 火锅还是烧烤 哎 那是什么玩意儿 都 都啊 对 我就简单点火锅吧 火锅 为什么喜欢吃 呃就是火锅 吃火锅对啊就是你想吃什么蔬菜了肉了你都可以吃吗 嗯 火锅里面你最喜欢涮什么 呃牛羊肉 牛羊肉 牛羊肉 对牛羊肉 牛羊呃就是就果然萌补的可能就是觉得要放些肉什么之类的 对牛羊肉 嗯 多一点然后你可以吃点蔬菜什么的也行啊 好那 那大龙哥呢 嗯 哎擦掉了都 都喜欢 都喜欢 我都喜欢 我我我我还喜欢自己烤的 他喜欢吃 擦一下汗 擦一下汗 很多粉丝都非常着急 对今天灯其实挺热的 穿的比我少啊 哇太热了 那 出了这么多汗 这样下一个问题呢 就跟专业有点关系 好 两位最喜欢的一个音乐剧的作品是什么 音乐剧的最喜欢的 最喜欢 最喜欢是吧 我其实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说 行了就是就是这样吧 最喜欢的音乐剧的作品是什么 嗯 好啊 变身怪异 一样一样的一样的 正好跟大家来好好地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好吗 嗯 可以提前透露一下吗 透露什么什么 就是这个戏啊 对这部戏 对这个戏就不用去去去透露了吧 因为他们第一轮他们已经演过了 对第一轮演完了就是 在整个整个这个 舞台剧行业里边其实一个很大的波动 嗯 当然那个时候整个的音乐剧还是没有那么普及 嗯 当然现在 大家其实更多的期待的疫情之后 嗯 大家其实真的是 是赶紧到剧场里面看的 是是是是 那我们也一样 其实憋了这么半天 其实太想在在在台上跟大家见面 嗯 演这样的一部好的音乐剧还是挺挺挺想中的 而且这部戏其实对每一个学音乐剧的人都很熟悉 因为它是属于 校科书级别的 嗯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很多歌都非常非常熟悉 嗯 所以因为我刚刚说 我刚我拿到手卡说 要问两位最喜欢的音乐剧作品 我想说完了 我一个音乐剧都没看过 对不起 这个回头你可以看一下 我一定要去看 等到可以上映的时候我一定要去现场 挺吓人的 来指使一下 嗯 这个音乐剧挺吓人的 吓人 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为什么会吓人很恐怖 真的吗有多恐怖来 刀肉看吧 真的蛮恐怖的 真的真的 好所以大家如果 你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它的我指的是恐怖是在现场的这种戏剧冲突 对非常非常非常氛围非常好 嗯 让你会进入了进入到这个jack hide的这个世界里 嗯 这个故事里 好的听两位介绍完了之后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在这个能够上映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去到剧场里面 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一下两位 好接下来一个问题是 最不能忍受朋友的缺点是什么 最不能忍受朋友的缺点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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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能忍受朋友的缺点 刚刚我们在说这个这个票的时候 大家说哎呀别想了 根本抢不到票 哎 说明这个剧哈 以后要多演几场给大家看好不好 忍受朋友的缺点 对 这个还真没有想过这个 嗯 比如说对方 有的人讨厌对方吃饭 就别人吃饭扎嘴嘴啊什么之类的 哦 但这个是属于习惯了 对对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不能忍受的 没有什么不能忍受 没有什么不能忍受 对不对 目前好像没有这么的 好 那么最喜欢的一箱体育运动是什么 这个很快 最喜欢的体育运动 可以吧 篮球 嗯 我们看一下打字 滑雪 哇 滑雪所以你一到冬天会去 对对对 我就这两年稍微的缺席了一下 嗯 要不然我会每年对每年会去的 嗯 那其实滑雪 滑雪是不是一个对于身体肢体协调要求还蛮高的 特别高 非常高 非常高 你们两位有一起去滑过雪 没有我这辈子就滑过一次雪 真的吗 基本上没站起来 真的啊 基本上滚着下去 差点没摔死 所以滑雪非常难 对 它可是平衡不好 对平衡不好 嗯 而且我本来个人高嘛 所以就很难整 那那篮球呢 打字喜欢篮球吗 哎喜欢 很喜欢 他肯定会写篮球嘛 所以我就写了滑雪 对正好很多粉丝正在问 其实我们刚刚就是看到这个 郑永老师的时候也发现 你的眼睛好像稍微 今天有一点点冲雪 哎对对对 我就打篮球受伤了 就是打篮球受伤了 被撞了 你一定注意 没什么大事 对啊所以要注意自己的篮球 我相信这个 因为粉丝看到了也会非常心疼 毕竟是靠脸吃饭的嘛 是吗我是靠脸吃饭的 才华当然有啊 当然也是要靠脸吃饭的 这是演员嘛对吧 好那么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问答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 其实很多问题 大家可能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但是我觉得通过一个简单的问答 大家可能对心目中的偶像有更多的了解 可以了可以了 没问题了 没了是吧 还结束了 因为接下来还想写也可以 你想你想问什么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所有的粉丝来送一波福利了 因为呢我们说过 在今天整个的直播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抽取六名幸运的粉丝 来送出粉丝心愿 这个应该工作人员都跟你们说过了吧 到时候如果大家选的话 两位要来完成 录制一段Morning Call 然后模仿一个卡通人物 签名照一张 帅气三连拍云抱宝都可以吧 两位 这是什么 这是 粉丝心愿 对粉丝心愿 这不是惩罚 这是粉丝心愿 要来完成他们的心愿 那我们要抽取这个六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抽取两位 通过截屏的方式来呈现 两位可以先稍微休息 我来把这个抽奖抽完 好吧 那个 请大家来来来来看一下 我来抽取 我用截屏的方式来抽取 那么如果你想让郑云龙来完成你的粉丝心愿的话 你就刷郑云龙的名字 如果你想让阿云嘎来完成你的粉丝心愿的话 就刷阿云嘎的名字 那么两位呢 两位的粉丝 我们各抽一名 各抽一名 好不好 好 来 请刷起他的名字 来 请刷起他的名字 我们是第一 只选第一个 只选第一个 来 三二一 走 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位叫做阿鲍龙 不对 叫熊孩子阿鲍 熊孩子阿鲍 熊孩子阿鲍 恭喜你是郑云龙 等一下 会 你要来实现他的这个粉丝心愿 那么接下来呢 再抽取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 大王老师的已经有了 我们来抽取嘎子的好不好 大家来刷一下阿云嘎的名字 来来来 刷起来 来 刷起来 三 二 一 走 看一下 好 恭喜这一位叫做 这样就算是绝别了吗 恭喜以上两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会跟你们取得联系 会跟你们电话连线 让你们来选择一下 你到底要让他们两位来给大家实现什么样的这个心愿 好不好 那么这个粉丝心愿说完了之后呢 其实两位这一次跟NARS合作 是不是第一次跟彩妆品牌合作 是 对 有什么样的感受 哪位先 很开心 嗯 然后以前对彩妆其实不是很很了解 嗯 然后这次也 借这个机会 对彩妆也 稍微有一点点了解 稍微有点了解 其实因为你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要化妆嘛 对对对对对 而且很多产品其实我们都有用 嗯 私下也会用 平时化妆服 是 那 嘎子老师呢 我觉得契机 首先你了解到了这个品牌之后 他们整个NARS其实是整个来源于的 这个这个是艺术 对 作品以及音乐电影 那他们的这个 艺术方面的东西来来源于这些灵感 嗯 那我们俩其实从事的也是 就是从 音乐剧其实从古典时期 嗯 慢慢演变从 当今的这种音乐模式 然后碰撞出了一种新的 新的艺术 艺术形式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艺术角度上 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契合的 其实是互通的 因为NARS这个品牌 François NARS这个创立人 他其实是一个彩妆艺术家 那两位作为这个音乐剧的演员 其实也是一种艺术的呈现形式 那而且其实NARS品牌 有很多色号的命名 他也是从艺术 或者说从一些电影里面 是很有意思的 那合作了之后 你们觉得NARS这个品牌 给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先大王老师 我觉得很认真 然后做东西很细致 我们俩拍的那个广告 就能看得出来 其实我觉得质感真的很好 但也很符合主题 主要是我觉得很有艺术感 因为我们喜欢看很多电影 很多视频之类的东西 所以都是从艺术角度去看 然后去分析 我觉得我们那个广告 设计的真的蛮好的 好那改字老师呢 一样的 感受是一样的 就是感受到NARS的专业 当然 NARS专业 以及整个这个品牌的文化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一次呢 两位跟NARS合作的时候呢 有拍摄了两只非常精彩的VCR 那么在播放这个VCR之前呢 我先要来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的明星链接已经上线了 我们的明星链接已经上线了 大家可以在这个链接里面 现实抢购 因为我们所有的链接的产品呢 都是只有在今天直播的时候才会有 今天直播结束了之后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郑云龙老师这一次跟NARS合作 两位都已经拍摄了很好看的VCR 而且这个VCR呢 这个我自己看过了之后 我觉得哇 就像您说的一样 很艺术 然后呢 而且其实每一幕 它都有含义的 对对对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郑云龙老师给NARS拍摄的 这一支VCR 来看一下 我们能看到吗 可以 我们能看到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看完了这支VCR 是不是有回想起来 当时拍摄的一些情况 我这个太有意思了 我是冬天拍的 真的 因为看起来好像是在海边的样子 特别的冷那天 然后那个拍摄场地空间很大 然后真的特别特别冷 有一个特别大的LED屏 特别特别大 就是你看的那个海边全都是LED 所以不是真的去到海边 没有 然后那个场景还原的特别特别好 那沙子呢 沙子是怎么来的 那我不知道吧 就运过去的嘛 然后有两个大的探照灯 照的其实很暖和的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那个景搭的 我都想在那拍点东西 在拍点别的东西 非常真非常像 对 所以就是拍摄出了一支 这么精美举的VCR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就是小岛邂逅吧 我觉得 蛮有意思的 小岛去小岛玩 然后可能一个人去旅行 有偶遇啊 或者说 对不对 很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就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但好像 好像 又发现了一个 还有别人 对不对 突破一支口红流 在这个线索 还发现了一个别人 然后从最后一个画面 可能又可以引发出一个故事 所以这一次在片子里面 代言的这个唇膏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940 940 对 我们来看一下 Gipsy这一支 来 当时拿到这支唇膏 在演绎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感觉 你对这支唇膏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这个就很 颜色我蛮喜欢 就是 我以前对口红不是很了解 我以为口红可能 特别红 有些特别红 特别亮 但是这个 这个的颜色 我觉得适中度特别好 然后 很细腻的感觉 看起来 涂抹起来感受也非常好 对不对 我真的蛮喜欢 然后拍出来用灯拍出来 然后视频拍出来 质感也非常好 所以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940的 这个Gipsy这个颜色的话 其实是在我们 31号链接的宝贝 在31号链接的宝贝 我们是有各种不同的组合 除了这个940之外 还会帮大家搭配一支 日常也可以使用的 这样的一个颜色 非常贴心的组合 明星链接已经上线了 请大家多多的抓紧时间 因为直播期间 只在直播期间 那其实这个视频 这个VCR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它会有一些 小小的线索在里面 对不对 当时在拍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导演 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一些 给我肯定是讲过 但是我具体我也记不太住了 记不太住了 对不对 太久了时间 太久了时间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关于这一段VCR的彩蛋的视频 好不好 来看一下彩蛋视频 大家好 我在NARS魔方唇膏中演绎的是Gypsy 吉普赛这个字号 这是一个优雅又带有一丝忧郁的小岛浪人 邂逅浪漫的故事 其实剧中还设置了其他魔方唇膏的色号彩蛋 像这个小岛的炙热海浪 Hitwave热浪 当我面对大海时淡定自若的状态 Cruid 泰然处之 开着花代表永生的仙人掌 Immortal Red 永生红 发现这些魔方的唇膏四号了 我也把我的情绪都带进去 NARS魔方唇膏真是充满想象 期待你的72点 好 刚刚看完那一段彩蛋的VCR的话 我相信大王老师应该回忆起来了吧 对不对 其实在一上来有一个海浪 对不对 这个海浪其实也是一个热浪 961也是一个色号 另外呢 包括像你在面对大海的时候 那个淡定自若的那个表情 那个状态 其实是927泰然处之的一个色号 一个色号 所以我相信大家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可能都注意在你帅气的这个演绎上面 你看这个视频拍得有意思 它都是有线索的 然后呢可以引出别的色号来 所以这个肯定是精心设计的 没错 其实每一个镜头都是有彩蛋设计在里面的 如果你还发现一些什么样彩蛋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多多的跟我们互动一下 好不好 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链接呢 是在31号宝贝 在31号链接 31号链接呢会有不同的set 那其中的我们的set一 就是我们的魔方唇膏双织装 那魔方唇膏的双织装里面 其中包括我们的 郑云龙同款的吉普赛色号 同时还有郑云龙的明信片 以及海报 还有礼盒的妖风 明信片就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大王老师 对对对对 就是 试一下啊 对给大家展示一下 里面会有我们的明信片 还有我们的海报 还有礼盒的这个妖风 很多的啊 对很多个 对准了吗 我们有六张明信片 有六张明信片 这个啊 对不起 对对对 好 在31号链接的set一 是魔方唇膏两支装 31号链接set一 是魔方唇膏两支装 吉普赛的色号 大家现在就可以get同款了 那么其实说到彩蛋 在演绎的过程当中 大王老师 你有没有什么 放一些什么样 独特的感情进去 你有没有自己 加一些戏在里面 其实就是 导演给我讲过 就是 要 很悠闲 然后 就像面对大海 真的看到 因为我海边长大 所以我在大海 很有精协感 所以我真的很放松 就是对我来说 这个还是 蛮好的一个广告 因为我也很长时间 没回家 所以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你也是一个悠闲状态的人 对对对 这很自如派的 你会生气吗 会生气 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会生气 以前我其实脾气不得跑 就是工作的时候 如果很不顺利 就会发脾气 但是 其实 我觉得像我们NARS 因为有一个颜色 叫做泰然除枝 对不对 在面对大海悠闲的时候 就会呈现出一个 这样的状态 是的 所以也让自己 提醒自己 还是要平静一点 是 其实说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 对于NARS的产品色号的命名 也觉得挺有意思 很有意思 对 它每个色号 很有故事 它其实就像刚刚 那个嘎子老师说的 它是灵感来源于 像艺术啊 电影啊 生活方方面面 然后来做这个产品色号的命名 那么在这里呢 很多人都在问说 等一下还会有抽奖吗 那么我们的抽奖是 刚刚的这个粉丝心愿 是如何获得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跟你取得联系 请稍安勿躁 稍等一下 我们工作人员 会直接电话 来跟你取得联系 好不好 那么让粉丝留意一下 及时的回复 那么接下来呢 我知道这个阿远高老师 也拍摄了一支 很精美绝伦的VCR 嗯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好不好 来回忆一下 这段VCR 先来看一下 阿远高老师的VCR 来 里面 阿远高老师的VC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我后来跳着跳着就是基本上自己就很热了 就是真的是那个跟一位美丽的永生之花一样美丽的女士跟她一起去跳 觉得还是你会瞬间真的会时空的一个转换 因为我这个视频里边其实就是一个时空的对话 对 你从这个时间点然后到了一个中世纪的一个艺术家也好 或者是一个舞蹈家也好 或者是一个音乐家也好 你到了你去整个去穿越回来的一个故事 在寻找自己的一个梦想也好 或者是理想也好 还记不记得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大概拍了多长时间 不记得 不记得 很长时间 还好吧 还好 工作时间内完成了 对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两位来说 音乐剧都是自己就是一直热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有涂抹了你代言的这样的一支唇膏 那当然涂抹 你不涂抹这不是欺骗观众 永生红 对 immortal red的这个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必须涂的是这个 来给打开盖子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OK 这颜色是吧 跟你那个好像差不多 我觉得再红一点 稍微红一点 两支颜色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对 这个是975 永生红 在哪里 这一块 975 永生红 对 那么我们永生红的这个产品呢 也是在我们的31号的链接 也是在31号的链接 可以来选择魔方唇膏双支装来及时的下单 因为呢 如果说错过今天这个直播的时间段 我们的明星链接就全部都下架了 好不好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只有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时候 才会有这一些的福利 以及如果下单这一个永生红的双支唇膏的套组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有周边来送给大家的 打资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我们里面会有明星片 对 还会有我们的海报 还有礼盒的腰风 对 明星片非常帅 其实就是当时拍摄的时候的一些花絮的照片 对 那其实呢 在刚刚看完了这个VCR之后 我相信NARS一定也是在里面埋了非常非常多的彩蛋 对不对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也准备了一段彩蛋的VCR 请大家再来回味一下 好 我都没 我在NARS魔方崇高中演绎的是 Emoto Red 永生红这个色号 翻译到另一个时空的我 原来也是一名音乐剧演员 看来我对音乐的爱确实是永生永世的不变 在我的演艺中 其实藏着许多真实NARS魔方崇高色号彩蛋哦 你发现了吗 递给我这只永生之花的吉普赛女郎 象征着Gypsy吉普赛这个色号 光影中的皮加勒海报你看到了吗 这是皮尬皮加勒这个色号 这幅油画的标题 Casablanca Casablanca也是一个真实的色号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这一次演艺 希望充满想象力的NARS魔方崇高 也可以让你找到心中永不磨面的至爱 好 那看完了刚刚那个彩蛋视频之后呢 我相信因为 嘎子老师你是自己亲自拍摄 对 跟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彩蛋好不好 解读一下这个彩蛋 对对对对对 什么个解读 就是比如说 你进到电梯之后 出来了之后 然后就会有一个一赏而过的这样一个画面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也代表了一个色号呢 代表了920 92920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 其实这个是油画里面 对不对 是的 对 大家如果是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看完彩蛋视频之后呢 大家可以再回去把我们的正片VCR再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这个地方隐藏了一个彩蛋 920卡萨布兰卡 那其实 因为我之前看了很多遍 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了 就是从电梯里面出来了之后呢 有一个油画 上面有一个字母P 它其实代表的就是972皮加勒的色号 然后呢 在化妆间里面呢 有一幅油画 就是920卡萨布兰卡 这个颜色 对不对 所以这 怎么样 广告是不是拍得特别用心 非常好 就是有品质 有艺术 有 真的是能把广告片拍得非常像艺术片 是 真的 对 那么 其实啊 我不知道各位粉丝 大家在看的时候 刚刚我们两支VCR和两支彩蛋都看过了 对不对 其实我自己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彩蛋 就是 在大龙老师的那支片子里面 其实会经常闪过一个红色的永生花 对不对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这一支永生花的 这个永生花呢 其实它对应的就是永生红的这样的一个色号 那么在 嘎子老师的这支片子里面 其实因为你在里面跟一个吉普赛女郎在进行一个热物 是 其实这个吉普赛女郎也是对应 吉普赛这个吉普赛的色号 其实分别都是在两支VCR里面有穿插着对方的色号的 有一个呼应 哇 从整个颜色上还是很像的 对 而且颜色上也是很像的 其实相当于是穿越时空的这样的一个颜色的呼应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各位粉丝 那刚刚呢我们有一个抽奖 对不对 我们抽奖是说 这个可以来完成大家的粉丝心愿 第一位是叫做熊孩子阿豹 熊孩子阿豹 第二位叫做这样就算是绝别了吗 这两位粉丝 请一定记得跟我们的客服来取得联系 或者来注意一下我们客服跟你的联系 因为我们会通过电话来跟你取得联系 让大家来实现自己的这个粉丝心愿 好不好 客服会联系你们的 一个叫做这样就算是绝别了吗 另外一个叫做熊孩子阿豹 好 那么这个刚刚看完了这个VCR 两位你们觉得自己在片中哪一个瞬间最帅 我们觉得我们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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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么尴尬的问题 这多年不跳舞 为了这么好的片子为了纳尔斯我我当时豁出去了 但是真的跳出来拍了那么多遍的时候看到还真的 很感谢摄影师拍出了那个跳舞的那个质感还是很好 对大龙老师觉得很尴尬 我也跳了那边 是就有对对对 舞动了一下 舞动了一下 对对其实 扭动还是舞动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问粉丝的话 大家一定会觉得每一帧每一个画面都是最帅的 其实两位在看完这个片子之后 你们比如说片子完成了之后 大家会不会来看一下 哎我是不是这个动作没有做好 或者说会不会要求导演说我要再来一遍 我要展现的更好一些 我没有 赶紧结束赶紧收工 赶紧收工就可以了赶紧回家 我这边真的是来了很多遍 因为导演希望能能够要到他想要的质感 因为他相信我能我能给到他 所以我真的是充分使了劲 你想想那么大的冬天 北京北京的大冬天 他那个很难 对 舞蹈是整段的舞蹈 其实拍了我 其实我们整个一个全景的时候 拍了好多调度的东西 我其实给自己我们跟舞蹈演员 我们去配合的时候 真的是设计挺好的 包括我们的编导一起 但是最终要的基本上都是特写 就没有看出那些调度什么的 调度对 那这样 我们来这个 因为刚刚看完片子了 我们来重现一下 我们片中的一些经典动作 还记得吗大家 就是 来拿着 我从照片里面找到 对 照片里面我们来做一个 跟照片里面一样的动作 拿着口红一起来做 好不好 拿上自己代言的这个颜色 对 可以来选一个 来来来来 我这个 你们有这个镜头吗 里面有有有有这个 在这个仙人掌边上 这个动作我很喜欢的 这个动作有点意思 我怎么 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动作呢 都想象不到 这看起来很帅气 主要拍的好 还是 还是您要来完成这个动作 是不是动作有点太大 这个动作还行吧 来来来 我就在这儿吧 我就在这儿吧 我都忘了怎么做的 你看 现在就你 根本做不出那个动作来 还是 不太对 不太对 算了 别丢人了 算了 好 力所能及吧 对 那这个 这个 大王老师 我就 我就只能做这个了 好 我这个 要不仙掌你这儿也没有 我就 那就可以 可以 就这个也可以 来 大家该节奏 这个太广大了 照自己的照片 然后摆动作 这左右 我给你拿着 我给你拿着 对不起 看哪个 红的是吧 红的红的 看红灯 那个 笑了吗 一点点笑 好 大家呢 赶紧 我们在这个 31号链接 在31号链接 我们就可以来获得 我们的同款的唇膏 31号链接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set 大家来找到这个 魔方唇膏双之装 在31号链接 那么其中有 GIFSite的色号 同时也有 永生红的色号 大家可以来进行选择 每一个set里面 都有明星的专属周边 然后也有个人的周边 也有双人的周边 如果你搞不清楚 这个周边 到底有哪一些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后台的客服 来取得联系 好不好 赶紧老师要看一下评论 对不对 对 还是你要现场 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大家的评论 快快快 大家赶紧提问 赶紧老师 其实不再看 对 大家再夸你们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好 那么 没事您继续 好 那接下来呢 要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了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说到 两位代言的这两支唇膏的颜色 一支是GIFSite 一支是Emoto Red 一支是永生红 对不对 那我们来给大家就抽取一下 这两支唇膏 好不好 送东西呗 对 送东西 送东西 那就这样子 如果你想要GIFSite的话 你就刷GIFSite 如果你想要刷 你想要永生红的话 你就刷永生红 然后我们就截屏两次 前五位 可以获得我们两位代言的 这个正装的唇膏 好不好 很大气 那是其实挺大气的 我们之前抽奖送的都是什么 这个互动礼包 小片片 但今天我们就直接送 正装的唇膏了 来 那么大家先刷起来 这样子 我们先刷GIFSite 好不好 先刷GIFSite 我们一个一个来 先刷GIFSite GIFSite 先刷起来 我们先送GIFSite 先送郑云龙老师代言的 这个GIFSite的唇膏 来 先刷GIFSite 我们一个一个来 来 先刷GIFSite 这样 郑云龙老师 您来数三二一 我来截图 三二一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前五位获得的是 第一个叫张润北 第二个叫 你这种自由好狂敬讶 第三位是少卿大人 第四位是刘苏 这个字我不会念 刘苏 什么什么 第五位叫默染轻衣 恭喜以上五位 那接下来呢 就轮到了 嘎子老师的 这个 Emoto Red的 永生红了 好不好 好 大家来刷一下 永生红 给大家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直播会 稍微有一点点的延迟 永生红刷起来 我们也请嘎子老师 来给我们做一个倒计时 好 三 二 一 好 来解一下图 看一下 永生红 第一位叫做 GG的小可爱 GG的小可爱 第二位是 KCXCR 第三位是 英炳 第四位是 蒙古小哥 曾俊 蒙古小哥 第五位是 IMO00 OOO00 永生红 恭喜以上五位 如果你不确定 你有没有中奖的话 一定要关注 我们的微淘账号 我们的微淘账号 会公布我们的得奖名单 然后在24小时之内 请联系我们的客服 这样的话 你就能获得你的奖品 否则的话 我们就自动放弃了 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 有这个粉丝互动 粉丝心愿 要送给大家 对不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要抽取 第二波的 粉丝心愿了 那我们的粉丝心愿呢 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录制一段 Morning Call 可以让两位 来模仿某个卡通人物 也可以 有一个签名照一张 这个签名照 我觉得 这个很特别 因为我们是现场签的 接下来呢 是帅气三连拍 也可以有云爆 那么 我们 要来抽取 第二轮 也就是两位 一样的 如果你想获得 郑云龙 来为你完成 粉丝心愿的话 就刷郑云龙的名字 如果你想让 阿云嘎 来完成你的 粉丝心愿的话 就来 这个刷起 阿云嘎的名字 好不好 来 我们先来一波 我们来看到 我们的后台 来 后台 来 做好准备了 我就直接抽了 两位 您抽 三 二 一 走 来 这一位叫做 我们俩 十一年 白手不相离 0900 5246 郑云龙 请 要 这个客服 会跟你取得联系的 一定记得 要保持手机的 唱通状态 好不好 来下一位 我们刷一下 阿云嘎的名字 好不好 来刷一下 阿云嘎的名字 来 三 二 一 走 好 这一位叫做 柯林于安秋 柯林于安秋 阿云嘎 保持手机唱通 我们后台的客服 会跟你取得联系 好 恭喜以上两位 那在这里呢 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如果你中奖的话呢 一定要 及时的 来关注我们的 微讨账号 同时呢 保持你的手机 有一个唱通的状态 那么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 就是两位 这个关于VCR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真的太棒了 那在里面实在是买了太多彩蛋了 那么 其实 我可不可以来问一下两位 你们心目当中 因为我们的VCR里面 有吉普赛女郎嘛 对不对 说到吉普赛女郎 可能很多人 每个人自己心目当中 都有自己的男神和女神 作为粉丝来说 两位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男神 那对于你们两位来说 有没有心目中的女神呢 大龙老师 女神 谁是心目中的女神 没有 没有 妈妈也算吧 对我来说 妈妈是心目中的女神 对 因为妈妈很伟大 而且我们刚刚过了母亲节 对 那这个 嘎子老师 林志玲 林志玲 哇 如果有机会 志玲姐姐 如果有机会 可以跟志玲姐姐合作的话 你觉得你会跟他开场见面会说什么 嗯 嗯 你好美啊 你好美 你觉得你会不会向他推荐一下 你自己代言的唇膏 那当然了 嗯 我觉得他要用这个 975 975 永生红 对不对 再给大家看一下 975永生红 对 再拿出来看啊 对对对 975的永生红 嗯 可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对不对 那如果是 郑永龙老师的话 嗯 虽然你没有 对你来说 可能 没有所谓的女神不女神的 但是如果你 见到自己心仪的女演员 或者说就是 觉得很喜欢的女演员 跟他合作的话 你会不会跟他推荐 你自己代言的这个颜色 我肯定会推荐 嗯 而且我给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推荐 真的吗 他们喜欢吗 他们很喜欢 然后就一直问我 因为他买不到 问我怎么办嘛 所以 今天 今天可以买了 对不对 好 那么 其实这个 940呢 是一个吉普赛的魔方唇膏 然后呢 如果说要再让你们 再挑选一支 不一样风格的唇膏 你们会怎么来搭配 比如说我们这个唇膏里面 会有 这个 Nagala这个唇膏 其实我觉得跟 我们 975的这个永生红 可以来做一个搭配 这样的话呢 一支就很显气场 一支就很日常 对不对 嗯 那 郑永龙老师 这个是哪个色彩 这个呢 手上拿的这一支呢 是我们的卡萨布兰卡 对 卡萨布兰卡 对 然后呢 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 我们的吉普赛 对 永生红跟卡萨布兰卡 红色的这支 是卡萨布兰卡 对 然后另外一支呢 是914的马卡龙 这两支呢 都在我们的31号的链接里面 大家要赶紧抓紧时间 对对对 抓紧时间来下单 31号链接 如果你想 要获得的话 就赶紧来 31号链接 好不好 那么 接下来呢 这个是粉色的 马卡龙那个是粉的 对 两位在 两位在讨论这个色号 对对对 严女 好 那么其实呢 说到这个 刚刚说的女生 大家自己在工作当中 或者说在生活当中 嗯 有没有什么 就有点橘色的 嗯 或者 两位老师 我们要进行我们的流程了 对对对 好 就在生活当中 看到 喜欢女生什么样的妆容 嗯 我无所谓 无所谓 浓妆淡妆都可以 最好编浓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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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还是喜欢清淡一点 对对对 我觉得每个年龄段 都不一样吧 嗯 有在青春期的时候 肯定是散发着那种自然的 嗯 你不需要化妆都可以 但是 你要是说 有了家庭啊 或者是你在成熟期 你可能会 用这一些 嗯 提高这个 对于生活的这种 这种 品质吧 嗯 嗯 这个一定会给你色彩的一种 一种 就生活 热爱生活嘛 好的 那在这里呢 也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们在31号链接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唇膏 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那其实每一个唇膏呢 都会由我们明星色号 吉普赛 和这个 呃 我们的 immortal red 永生红的搭配 另外的唇膏 那其实刚刚说了这么多 我们接下来呢 来进行一个 小小的游戏 好不好 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游戏 那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上一下我们的道具 来来来来来来 这个道具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所有的魔方唇膏的72个颜色 全部都在里面 对我来放到两位的中间 好 我给大家来打开 哇 72色 魔方唇膏 哇 那在这个里面呢 就有你们两个代言的 这两款颜色 嗯 嗯 我们看看谁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两个 不要偷看 不要偷看 对 我们看看 大家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把你代言的这个颜色找出来 如果 如果说 这个失败的那一个 我们就来做一个搞怪三连拍 好不好 那你这个这个肯定得看哪 你不看 所以看谁快 谁比较快 好不好 来我数321 大家开始了 来321 赶紧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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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找 一个是 Immortal Red 你这是怎么这么快吗 你眼睛好 还有呢 还有一只 大龙老师 你的呢 在哪里 在哪里 这边还 这边是不是还有 翻过来还有 对 这样就好找了 我刚看那边 我的在这一面 对 所以我找不到 好 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唇膏 那其实大龙老师 稍微找得比较慢一点 对不对 不是 我的在这一面 刚才我们刚找那边 对嘛 所以你们太谦让了 你就应该直接把他转过来 立刻找到 我也不知道他在这 就说我没有作弊 对 没有作弊 其实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游戏呢 也可以看出 其实大家对自己代言的颜色 真的是非常的熟悉 那其实大家一定要记得 一个是 Inmoto Red 永生红 一个是Gypsy Gypsi 好不好 那么 在这里呢 我觉得 刚刚 有人谁找的比较慢 我 那我们就 三连拍 搞怪三连拍了 好不好 可以啊 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搞怪的人吗 蛮搞怪的 有没有做过一些什么 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整人是吗 整人 对 搞怪的事情嘛 有 肯定是有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不太方便分享 不太方便 好吧 那就等待下次 你可以分享的时候 再来跟我说 好不好 那来 做好准备哦 我们对着镜头 来一个搞怪三连拍 来 杀兹老师要不要一起加入 还是 他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们先让他做两个 然后你最后一个 三连拍 三个连续的是吧 对 好 好,来,一 二 最近没什么,用光了 我现在用光了 第二个 可以吧 第三个改造,需要不要加入一起 你加入一个,你帮我分担一个 你分担一下 你分担一下嘛 哎呦,笑死我了 来,有副同享,来来给你 我瞬间想到了我大学时期的大龙 来,第三个,第三个,我们对着镜头 来吧 第三个,来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做出了小小的牺牲了 没有,我每天都是这样 每天都是这样 那大家,你会发微博吗,这些搞怪的搞怪 人家的头像都是这样 真的,所以其实关注你,欢乐也很多,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给大家再来抽取 一份我们的粉丝福利了,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再给大家抽取一份粉丝福利 以及我们的粉丝的这个心愿礼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粉丝心愿礼是 我们可以录制一段Morning Call 然后模仿某个卡通人物,还有签名照 以及帅气三连牌,还有云爆爆 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来,这个一样的 如果你想要郑云龙来为你做这些事情的话呢 来完成你的心愿的话呢,就请刷郑云龙的名字 如果你希望要阿云嘎来做这些心愿的话呢 就请刷出阿云嘎的名字 来,这样子,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说 我们先不要太太着急了 我先送大家明信片好不好 先给大家送明信片,因为我们每个人 我们今天还准备了明信片 而且我们明信片是有签名的 是有签名的,今天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直播当中 送给大家非常多的福利,粉丝心愿 我们先稍等一下下,稍等一下下 我们现场先送大家明信片 而且是现场签名的明信片 我们先来送出这个我们的明信片是 龙哥的明信片好不好 龙哥的明信片在这里 那我们就请龙哥再找一张你最喜欢的 在上面先签上名字 这上面有 这上面是印的 对,不是亲笔签名的 我们要来 这个先张好不好 好,可以,没问题 那么这个明信片呢我们只有一个名额 对不对 现在签 对,现在签 我们请镜头来拍一下龙哥正在现场签名 这个签好像 来来来,这个这个 谢谢 对对对,签名笔 镜头可不可以带到 好,我们来拍一下 那么请大家来刷一下好不好 那么如果你想要龙哥的明信片的话 请刷龙哥明信片 龙哥明信片 刷一下龙哥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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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七笔签 签名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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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子哥明信片 来刷一下 好的大家弹幕已经开始刷起来了 我也来截图一下 来三二一走 好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嘎子哥的明信片是谁获得呢 是五七分的小话筒 恭喜你获得了嘎子哥的 亲笔签名的明信片 好那么 福利也送完了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这个粉丝心愿 对不对 我们稍等一下下 我们在这个接下去的直播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的礼品要送给大家 那么接下来呢 要问一下各位跟生活有关的部分了 两位可以一起来回答 如果不工作的话 要睡多久 很久 很久 大概最长睡过几个小时 这没算过 没算过 自然醒 自然醒 我是八个小时吧 八个小时左右 对 那如果其实工作的话 可能时间就会比较短一点了 对 工作时候都不好说了 最短大概睡过多久 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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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连续几天没睡 那没有 连续一天吧 对 连续一天不睡 其实已经非常累了 已经很挺累 没办法 对 那如果说是跑通告的话 一天大概要跑多少个通告 最多的时候 赶多少场演出 其实我还好 我还好 我不会给自己安排那么多活干 演出赶不一天能赶集成 演出都是晚的 你没办法赶 反正我 白天就不安排其他工作了 对不对 演出的时候 白天基本上 不会不会 还是要专注于 对对对 每一天干一件事吧 最多了 可能录音 没有可能 其他的事情 可能今天干了这件事 可能就就是行了 这已经挺累的了 就是专注于一件事情 把这件事情做好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好 这其实也是两位 对待专业上的一种态度 那么 其实因为今天我进去 没看到两位 觉得大家其实状态还蛮好的 嗯 就是休息时间比较长了 不太会讲话了 真的 对镜头 我们俩 我们俩不是这个风格 就是今天还是因为疫情 我们在家里待的时间 时间太长了 然后对镜头 其实还是有 有些许的 不适应 不适应吗 所以 就是因为直播嘛 如果你们觉得 有任何想说的话 其实粉丝很乐意 听到你们多说一些 好不好 嗯 其实说到 两位状态很好 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偶尔会遇到一些 这个 什么睡不好了 或者说冒痘痘了 一些困扰 有没有什么一些小秘诀 也可以来进行加持 也是我们NARS的一个明星的产品 那么其实呢 用NARS的这个遮瑕呢 不光是痘痘啊 然后一些痘印痘坑 或者说一些黑眼圈 都可以来进行一个遮盖 那么其实是刚刚说到 其实我们刚上场的时候 灯光很强 大家都一直在流汗 对不对 在舞台上 在舞台上其实也是一样的 经常会出汗 对啊 嗯 经常会出汗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很糗的事情 哎呀 就是就是装画了呗 那你就肯定很 很不好看嘛 你这块有一道一道的 所以 所以有 有些时候 幸亏有了这个 大白块 大白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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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名字 大家以后就可以叫他 大白饼 大白饼 其实也挺好 差不多吧 就是意思 大白饼 其实这个大白饼呢 就可以通过一个 在脸上轻拍就可以 起到一个很好的定妆的效果 而且用完了就给大家看一下 嘎子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大白饼 里面呢 其实它这个粉质上 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闪光 它不但可以起到一个 很好的控油效果 它还可以让你一整天 不泛油光 大家有没有因为花妆 遇到一些比较糗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 汗水到眼睛里啊 什么之类的 这很正常 我们在台上 算是经常 但是在舞台上 就要坚持住 对对对 或者眼影花掉啊 什么之类的 我演变天怪异 基本上演完了 就等于卸妆了 演到就出太多汗了 真的吗 那会不会就是观众 一上来看到你 一直到最后看到你 其实整个人 已经不太一样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状态 因为你在下面擦汗 不可能来得及补的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那两位在工作当中 会不会经常有遇到一些 像画眼影的机会 龙哥 演演影啊 太多了 太多了 演出 我们演出有很多 你看我以前演那个 摇滚年代的时候 我就 我对眼影就是 画得很夸张 是 其实 如果要画眼影的话 都可以 就可以通过这一盘 对对对 其实 真的 你看 这个都很适合 我那个角色的 这个 又亮 然后又鲜艳 对这个我们的 红咖眼影盘 是一个限量的 迷你眼彩盘 有六种颜色 细肉 细闪肉粉 珠光 玫瑰 还有金属桃红 闪亮香槟 雾面 棕咖 断面 酒红 其实这一款 就可以帮你打造出 各种各样 不同的妆容 而且六种颜色 是百搭场合 任意挑选 好 我下次在 换一个颜色 对 每天都可以换一个颜色 而且组合起来 又有各种 不同的装饰 是不是 好 刚刚我们提到的 遮瑕密 哈尼色 以及红咖眼影盘 还有大白饼 这个组合 在我们购物车的 31号链接 31号链接 在31号链接 直接可以来获得 我们今天的 这一个 跟龙哥 同款的 电演的 一个 套组 跟龙哥 好 那直接可以来获得 我们的31号链接 那么我们今天的 所有的 这个明星大礼包 只有在这个 直播的阶段 才会有 直播结束了之后 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 抓紧 抓紧机会 好不好 那么 刚刚我们说到 就是 整个的 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要跟 噶子哥来好好聊一下 因为我们发现 很多的音乐剧 话剧的演员 五官的轮廓 都 五官都特别有 轮廓 特别立体 对不对 所以 是因为 我们在演舞台剧的时候 特地选择 这样的演员吗 也不是吧 只是 我们俩 相对而言 可能 有点 稍微突出一点 对 其实我们 真的是 对于 对于今天 我们 就是代言的 NARS 其实 两个操老爷们来讲的话 你再讲一个化妆的一些 这些东西 其实有些时候 说实话有点 特别搞笑 但是 对对对 还真是 因为你操老爷们 你不可能每天 你平时生活里面 我们是肯定不会化妆的 但是因为 就是 NARS 是 是 是有 非常有艺术 艺术 艺术的传承 他们一直是做的是 这样的一种 就刚刚说电影啊 音乐 从他们的这些灵感来的 那么我们呢 因为在舞台上 需要 需要化妆 因为 因为我们塑造一个角色 它需要外部的 这个 这个妆发去 去给你一些 一些对于角色上 更 更准确的 可能更好的 让你投入 对 更相信这个角色 好 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 刚刚 这个 这个 嘎子哥介绍过的 还有这个 龙哥介绍过的 我们的 整个的 像 遮瑕密啊 还有红咖眼影盘啊 还有大白饼 这个组合呢 都在我们 31号链接是 其实相当于是 因为每个人 都有不同喜欢的产品嘛 对不对 有的人需要控油 有的人需要这个 像比如说 这个龙哥 就是用那个 我们的眼影盘 然后嘎子哥的话 就是用我们的 大白饼 可以做到一个 很好的控油 所以 双人同款 其实在我们 31号链接里面 都是有的 而且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们的周边好不好 我们的周边 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我们的周边 都有我们的这个 阿云嘎的明信片 还有阿云嘎的吊牌 以及 郑云龙的明信片 还有郑云龙的吊牌 以及郑云龙的 礼盒的腰风 就是 大家都可以一次 来获得 我们的这个周边 我们的周边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明信片 再给大家看一下 一共有六张明信片 来给大家看一下 不是看过了吗 对 可以再看一下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 是刚刚进到 我们的直播间 以及我们的吊牌 来来来来 吊牌给大家看一下 来 龙哥的吊牌 对 这个周边 还是做的挺 挺用心的 对 这个 对 这是钥匙链吗 对 这是钥匙链 可以挂在包包上面 或者说作为钥匙链 都还蛮方便的 以及再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我们的这个 礼盒的 礼盒腰封 礼盒腰封就是在 我们的桌面上面 如果你获得这个产品的话 那就会上面有我们的 礼盒的腰封 嗯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 立体感的部分 如果说 轮廓没有这么立体的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 彩妆的方式 让化妆品 让化妆师来帮你 特别调整一下 嗯 对啊 比如说会用一些 什么样的这个产品 就是或者说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一些 化妆师特别 给你要加深一些 哪里加深一些哪里 加深一些 你现场问一下吗 化妆师在哪 哈哈 我们俩就比较要加深的是 哪些地方 其实 其实我觉得两位轮廓 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立体了 他们好像不给我们加深一些 因为已经很立体了 对不对 因为确实是因为给我们打底 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 打完底 然后就画个 画个 还画吗 画肯定是 我眉毛还要画一下 对对对对 我眉毛就基本上 就是淡淡一点就好了 我的最近眉毛 我以前眉毛也特别黑 但是现在 有点掉 反正有时候也会 稍微 其实两位真的是天生 站在 应该要站在舞台上的一任演员 不管是从外形上来看 还是从整个 反正这么说吧 有点特别 没关系 亚人好像脸皮特厚似的感觉 特夸自己 不是你自己说的 没关系 对 所以呢 刚刚我们说到 在音乐剧和话剧舞台上 看到两位的这个身影 那么接下来 有没有会想过去涉足一些影视剧 其实我 我其实一直想尝试 就是有时间的情况下 就想尝试一下 因为没拍过 就是一直很好奇 好 那其实如果我们说到 我们的轮廓立体 我们就要通过一些 羞融的方式来呈现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 如果你要提升自己的肤色的话呢 就要用腮红来点缀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31号链接里面 有我们的腮红修容和 大白饼这个组合 腮红修容和大白饼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呢 其实对于两位来说 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有的时候在舞台上 也会需要有一些修容的部分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其实用到了这个组合之后 就可以立刻提升自己的立体感 腮红修容和大白饼 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的 对 这是我们的修容 然后我们的腮红 对 还有大白饼 大白饼 这个呢 是在我们的31号链接 我们今天所有的明星的链接 今天放出来了之后 真的是只有在今天直播现场 才会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我们的 第三轮的这个粉丝心愿的抽奖了 要进行第三轮的粉丝心愿的抽奖了 两位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来进行第三轮的粉丝心愿抽奖 那么因为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抽奖了之后 要通过电话来跟各位取得联系 一样的 这个粉丝心愿是怎么抽呢 如果你想要获得正云龙 来为你完成粉丝心愿的话呢 你就刷正云龙的名字 如果你想要阿云嘎来完成你的粉丝心愿的话呢 就来刷阿云嘎的名字 我们接下来就来赶紧抽奖了 好不好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的流程 所以呢 请大家刷起来 来三二一走 好 第一位 这位叫做赵明控制士 阿云嘎 恭喜你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取得联系的 请一定要保持手机畅通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刷一下郑云龙的名字 来 郑云龙刷起来 三二一走 抽中的小伙伴们 要来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 发送自己的电话号码 好不好 来 这一位叫做 费费 Helen 郑云龙 这个谁也是 陆一 对不对 来 抽中的小伙伴 记得要发送一下电话号码 给我们的客服 我们的客服会跟你取得联系 来完成你的粉丝心愿 我们现在三轮的粉丝心愿 都已经抽完了 对不对 三轮的粉丝心愿 都已经抽完了 好 那么 我们请工作人员 把我们的这个 拿下去 跟大家再来 这个 跟大家来取得联系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份 大奖 但是呢 等一下再给大家抽取 所以呢 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 跟我们保持互动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音乐剧的部分 刚刚讲到这个修容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呢 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 超级福利 大礼包 在三十一号宝贝 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到的 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产品 以及所有的周边 全部都在里面 我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展示一下周边 好不好 包括我们两位的 购物袋 这个是NAS 特别给大家准备的 这个购物袋 以及 魔方 来来来 魔方 龚哥 还有 我们的这个 明信片 明信片已经看过了 对 大家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还有我们的这个 刚刚的这个吊牌 来吊牌吊牌 展示一下 以及 我们 的海报也在里面 对不对 太多 太多周边了 我给大家拿一下 太多周边了 海报也在里面 还有我们的这个 限量的 腰风 全部都在里面 就在我们这一次的 超级大礼包里面 大家一定如果说 想要获得 全部的 所有的产品的话 就可以在 31号链接的 Set7和Set8里面 来获得 所有的链接 都在里面 两位喜欢玩魔方吗 不 不会 不会 现在这个魔方 你们今天可以带回去 没事的时候 可以来玩一下 好啊 对 大家也可以获得 大家也可以找 就是 如果你来 买到我们这个 超级大礼包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魔方 带回去 随时的来拼一下 一方面呢 我们这一次的 代言的这个唇膏 是72色 魔方唇膏中的 一个色 一方面呢 对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在这个魔方上面 也印有两位 非常帅气的 这个照片 已经没有了 照片 对 好 我们再来 跟大家确认一下 我们的这个 31号链接 Set5和Set6 是可以获得 所有的 两个人的 所有的链接 全部都在里面 所有的周边 全部都在里面 对不对 好 那 里面的这个产品呢 包括有我们的 魔方唇膏 然后感药唇膏 还有我们的 遮瑕盘 红开影盘 大白柄 那么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你想要 刚刚 龙哥介绍的 这些所有的产品呢 是在我们的 明星礼包的 Set7和 Set8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 这个单人的周边的 礼包 都在 所有的产品 都在里面了 好不好 那么 直播进行到现在 我觉得 我觉得 大家 我们的这个 iPad可以拿回来 因为我觉得 最后我们要给大家 来给看一下 回答一些大家的疑问 好不好 看一下大家的互动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还是要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么 刚刚我们呢 今天的链接 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 其中呢 包括有两位 代言的 像是这个 嘎子哥代言的 永生龙哥 对 然后我们这个 龙哥代言的 这个 Geekside 这样的一个色号 那么 来 你可以通过 我们的一些 这个 明星的链接 来获得 双色的 唇膏的链接 那么同时呢 如果你想要获得 两位的 终极大礼包的话呢 也可以来 从我们的链接里面 找到 好 那在这里呢 一定要跟大家 来说一下的 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 所有的链接 只在今天 直播的现场 只要直播一结束 就没有了 那么 刚刚我们说 工作人员说 我们在弹幕里面说 就是 大家在拍 这个 视频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样的 小趣事 跟大家分享 可能我们今天 一开始已经说过 但是有一些粉丝 可能刚刚进来 所以我们再跟大家 来说一下 好不好 今天这个 我们之前看过 这个VCR 在拍摄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样 有意思的事情 可以再跟大家 再来分享一下 对 是 那个什么 时间还没到 是吧 哈哈哈哈 没有什么好聊的了 对 想要再重复的聊 是吧 哈哈 因为有的人刚刚进来 所以我们再跟大家 来说一下 好不好 行 来吧 我忘了 就是 因为刚刚我们说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其实是 有一个 非常大的LED 你看这个 这个 你就看 你给个特写 来 等一下 你看这个 像不像海边 是不是特别特别像 其实是个LED 其实是一个LED 对对对对 而且现场很冷 对不对 对冬天 冬天 这几月份我记不住了 反正是冬天 对但其实你们 是不是经常会拍 遇到这种 冬天的时候 要拍夏天戏啊 然后夏天戏 但是在舞台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穿得很长 舞台上你冬天也会热死 也会热 因为它灯光考虑 就跟现在的灯光一样 对 冬天也会很热 但是是不是在舞台上的时候 会不会在舞台上 因为比如说 有一些影视剧的话 你是面对镜头来表现 但是在舞台上 是直接看到一个个观众的脸 对对 那么感受是不是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 因为你 而且你 我们演音乐剧也好 画剧也好 嗯 这个是 就是 如果有一件电影来说 就是可能是一进到底的 是 你没办法 就跟直播一样 对 就跟直播一样的 就是你没办法再重复去做一些 那是一次性的 所以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排练 是 所以就一个音乐剧的排练 加演出周期会非常非常的长 大概是多长 现在演的多的 我估计得半年嘛 要场次多的话 你看《编精怪一》 如果演 要预计 比如说演80场 加上排练 那就在半年的时间就没有了 嗯 那就是排练加演出半年的时间 基本上就在半年 那其实在每一场演出 因为就像直播一样嘛 没有办法重来的 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 在演到第三场第五场的时候 自己又加了一些什么情绪在里面 情绪是可以加的 但是台词包括唱这个东西 是不能随便做改动的 所以大家其实每一次来看的时候 也会发现一些小小细节上的不同 对 因为你对一个作品的熟悉度 是慢慢慢慢变多的 对吧 然后你对一个角色 你的表达可能越来越丰富 你的情感越丰富 你的理解越来越多了 所以你每一场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因为它有些时候就是一瞬间的感觉 你表达出来 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到剧场里面 亲自来看这个 对不对 那在每一次的作品里面 会不会 比如说 对自己的造型提出一些意见 造型 你会不会在意这些造型 不是 造型 你这个是提前设计好 已经设计好 其实基本上就是 化妆是怎么化 或者造型是怎么做 特别是很多版权类的戏 你的造型是不能改变的 嗯 你必须就是比如说美国版是什么样 英国版是什么样 那我中国中文版就必须是这样 嗯 包括衣服 包括舞美 这个都是变不了 那我来问一下 嘎子哥 有没有尝试过一些非常大胆的造型 印象很深刻 嗯 基本上在合理的状态 都是在合理的状态 或者你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比如说 一部剧是吗 对一部剧 其实如果 我 我觉得我要说的话 一部戏 是比较夸张的 嗯 对 彩妆用的多的 嗯 那就是德古拉 对吧 那男一号 你必须要用这个 永生红的这个 对 这种 这种 这种口红啊 或者是打眼影啊 对对对对 当然这个你不能 不应该说啊 就是德古拉嘛 对 嗯 讲个这样的事 这就挺好玩的 对 是一个角色需要 对 对 要去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 那如果说角色需要 想需要大家做一些什么反串啊 之类的 涂一个唇膏 画一个很重的 哦 那大学的时候 那个 嗯 安德鲁 对 对 那个算 算 对 算是有点点 花长了 真的吗 当时的资料还可以找到吗 其实如果大家从网上来看的话 能找到 能找到 好 那么就请大家 可以去看一下 当时两位 这个 这个是做中文版的 做中文版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对 有时间的话去看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工作人员 因为我们今天呢 会有一个 这个粉丝心愿的 这样的一个环节 我们是不是已经跟我们的粉丝心愿 粉丝都已经联系到了 好 如果还没有联系到的话 请我们的粉丝一定要 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否则的话 我们今天在现场就没有办法实现你的心愿了 那在这里呢 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所有的明星链接 包括我们的双色口红的链接 以及我们双人大礼包的这个链接 全部都是只有在今天这个直播间里面才会有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下单 因为一旦错过了直播 我们直播时间后面这个 还已经开始上倒计时了 所以呢 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的下单好不好 那么在这里呢 先给大家再来抽一波奖 那么这一轮福利呢 就是要送出已经准备好的两份签名的海报 那也请两位现场来给大家签一下好不好 那么请大家在我们的弹幕 跟我们先互动一下 我们先送出郑云龙老师的签名 那么请大家先来刷一下龙哥的签名海报 龙哥的签名海报 龙哥的签名海报先来刷一下 我给大家来抽取一下 截图抽取 那么每张海报呢 只有一个可以获得的机会 好不好 来 龙哥的签名海报 我来截图了 三 二 一 走 看一下是哪一位幸运的小伙伴 第一位 就是 嘎子大龙剧场剑 嘎子大龙剧场剑 恭喜你 然后请主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联系一下 获得你的奖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刷一下 嘎子哥签名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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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哇 非常帅气 嗯 嘴唇上涂的就是我们这一次代言的这个颜色 对不对 好 来 嘎子哥签名海报 好 来 三 二 一 走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位是 哇 这个运气非常好 正好没有被刷掉 叫 NOT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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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子哥签名海报 恭喜你 获得了我们 嘎子哥的签名海报 好 那么 最后 我知道 难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这一次呢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来送出最后的粉丝福利了 对不对 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吗 那么 首先 第一位 粉丝心愿的环节 这一位 我们刚刚说到我们的粉丝心愿呢 可以有录制一段Morning Call 模仿某个卡通人物 或者是签名照一张 或者是帅气305 或者是群泡泡 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跟大家取得联系了 所以首先 这个阿豹 这个粉丝阿豹 他的名字就叫阿豹 对不对 那么 他希望郑云龙来模仿一位卡通人物 龙哥 你要模仿谁 哎 模仿谁 卡通人物 卡通人物 是 你平常喜欢看什么卡通 我看 就是 小时候看 我平时 我现在 现在可能工作忙了 对不对 不是 我长大以后很少看 很少 看卡通 那你就来模仿一个小的时候 看看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 或者你模仿让大家猜一猜 熊的 光头墙来了 哈哈 哈哈 熊的 熊的 哈哈 漂亮 其实我不知道 对不起 你偷偷告诉我 像不像 不像 像吗 那算了 像吗 这个别播了 没办法 我们是直播 全部都录下来了 好不好 不管像不像 像不像 大家都说 好可爱 大家都在刷 好可爱 我以前 算了 没事 不重要 很重要 没事 这没关系 我以前给动画片做过配音 蛮有意思的 有机会吧 有机会 对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是希望你可以在动画片里面再进行一个配音 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这位粉丝呢 叫做 登登 他也是希望郑云龙来为他录一段 Morning Call 登登准备好了 大家该截图截图 该录屏录屏 好不好 龙哥准备好了吗 来 看哪里 Morning Call 看看看看这个红灯机器 开始吗 开始 醒醒 起床了 好好工作 别偷懒 起不来 晚上就早点睡 哇 太棒了 听起来好像很冷静 但其实很贴心 对不对 晚上早点睡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位粉丝叫做 Helen 这位粉丝叫做 Helen 他想要一个签名照 也是郑云龙 他希望郑云 一个签名照 对 我们一个个来 好不好 签哪里 签名照 在这边 来 我们写一个 To Helen 好不好 来 再看一下 好 那么在 H E L E N 在龙哥签名的时候呢 也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抓紧最后的机会了 好不好 来 看一下看一下 可以镜头看一下 又错了 正好签在这个 脸的下方 对 好 To Helen 签名照 郑云龙 恭喜你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完成 阿云嘎粉丝的 心愿了 首先第一位叫做 E E Y CXCX 他想要的是 签名照 嘎子哥 来 轮到你了 好 签名照 他要有一个 吐签而吐 E E Y Z X 好长呀 这个 嘿嘿嘿 H Y 对不对 好 H Y 哪个 就 H Y OK 好 我们有一个签名照 哇 真的是 今天这个直播间 非常感谢 纳尔斯 给我们准备了 这么多这么多 精彩的福利 嗯 好 2 H Y 阿云嘎 恭喜你 那么 接下来 这一位粉丝 叫做 Rebecca 他想要一个 Morning Call 嘎子哥 给 给这一位粉丝一个Morning Call 好不好 嗯 来 我数321 我们开始 好不好 来 3 2 1 Action 起床咯 要去运动咯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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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运动人嘛 哈哈哈 哈哈哈 他也许 他也许 去跑步哦 对 也许起床了 只是为了吃饭而已 但没关系 起床了 我们要去运动了 好不好 第三位粉丝叫做 这个最后一位了 叫赵明工作室 他想要一个 云 抱 抱 来 云抱抱 这是什么东西啊 云抱抱 哦 对着近 抱抱是吧 好 对 哇 好 今天的粉丝心愿都得到满足 我们现场有点掌声好不好 来来来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那么今天呢 特别感谢这个 我们的纯高大师 郑云龙和阿云达做客 我们的NARS的直播间 为我们解锁了这么多有趣的美妆话题 以及我觉得今天跟两位聊下来 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耿直的大男生 对 也太不容易了 没有 大家太辛苦了 坐在这边 因为我们整个的直播时间非常的长 当然也非常感谢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小伙伴 对我们的支持 在这里在这里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我们所有的链接在31号链接 大家如果想要获得同款的话 在我们最后的这一点时间里面 抓紧时间赶紧下单 包括我们的双色的口红的链接 包括我们的这个眼影盘和大白饼 还有哈尼的这个遮瑕膏的链接 包括我们的轮廓 深邃轮廓的这样的一个链接 里面有腮红 有修容盘 有我们的这个大白饼立体修容组合的链接 包括到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是我们超级福利大礼包 是郑云龙的男神超级福利大礼包 里面有三只唇膏 还有我们的介绍过的眼影盘 还有我们的大白饼 还有我们的遮瑕膏 里面有所有郑云龙的周边都在里面 以及我们阿云嘎的男神超级大礼包的 这样的一个链接 是set bar 然后呢里面有 这个阿云嘎代言的 这个永生红的唇膏 还有两只非常好看的唇膏的颜色 同时还有腮红 还有的修容 还有大白贝 最后我们有一个超级的双人 所有的周边 全部都在里面 是set 5和set 6 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感谢两位 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粉丝说呢 多多支持NARS 然后也多多支持我们 又换了是吧 每次都还我这个机器 对 然后多多支持我们 然后这个真的很好用 希望大家能习惯 好 杰子哥 谢谢大家的对我们俩的支持 我们剧场见 然后我们会多演一些音乐曲 多演一些多唱唱歌给大家 好 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那么就是真的非常感谢两位 很辛苦了 我们就先回去休息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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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 好 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小伙伴们呢 也千万不要